怀恩跟我都是属于墨基色的天使圣团 那我这样说好了 墨基色的天使圣团 最主要的是墨基色的上主 祂是无主谱的 祂也是创造神 祂是来改造人类意识的 然后为了选择我们 所以这些理性圣团 他们都没有阶级之分 他们到最高次元 去传递这些讯息 那当然这个传递的讯息 有一群人叫静光兄弟 静光兄弟是隶属于墨基色的 天使圣团的一个小部落 那这些静光兄弟呢 他们几乎都是在地球有来过 也生活过 也承救过了 然后他们呢 都真的没有物质体了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执着 他们的课题之后 他们就都是精神体 所以光的课程就是没有人性的二元对立 我们讲的就是人 在这个物质世界 还是二元对立 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都是合一的 都是爱 所以他们的精神教导 让你非常的觉得是宝典 你这个时候看 你今天看 跟你一个月在读这个讯息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即使在两年之后 你再回头看 怎么都没有看过 因为你的智慧又打开 你怎么又看懂了 所以光的课程不在你修到哪个极次 重点是你真正有去用出来 所以防染复复一直洗修 然后呢 光的课程 我先讲我一个 我自己的小故事 我当时呢 在修光 那因为我不是说 第一个极次 身体也是很聪明 你累积累失的所有点点滴滴 都注存在你这个身体 会造成那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都是因为你累积累失 你不晓得创造了些什么 所以光的课程 像是很充裕 他在人呢 很没有耐心 有惑性 所以他们就是研发 每个礼拜来一个光 一个礼拜 所以修进来的朋友 他们都叫我不要停课 为什么 开玩笑 他们说 我好不容易一个礼拜 可以回到这里来喝鸡汤 可以补一补 然后再回去 一个礼拜的抗争 一个礼拜大概 力量也就没有了 要赶快再回来补 补充能量了 所以就是一个礼拜一次 你知道人 就在这个不知不觉中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你三个月后 你就发现你改变了 信念的改变 你表现这个事情是你的 人家说你的地雷 后来修修修 修到最后 那个不是地雷了 人家怎么 奇怪 我怎么对这件事情不太生气 也不再有反应 就表示你过关了 你已经放下了 所以呢 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点一滴 没有快速的法门 光个课证就是一点一滴 而且我都会鼓励 一定要念课文 这个讯息里头 等一下呢 我们就来体验 念课文 治愈身体哪一篇 又满常的 那我就轮流念 念完以后大家去感受 你不知不觉中 其实都来变化 我为什么会把相关打开送给大家 因为我希望 那是去年我妈妈过世 那我这一生我爸妈真的对我们都很呵护也很照顾 那我为了经验他们 想说做点功德给他们 所以我去请求VT跟 VT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那还有美国的那个Tony 是他们两个 一个是原著作 一个是中文翻译 我请求他们 让我去注意这个小光打开 去送给跟我有缘的朋友 给光的课程有缘的朋友 我相信呢 这本书里面拿到也是有福气 然后我希望呢 这本书是代表我们的光跟爱 能够让你的生命慢慢的转变 让你有更好的生活 让你的生命放花亮 这是我去年所发的愿 然后Tony跟VT也没有跟我收一分的版费 他们完全支持我 让我去印 所以你们手上有这一本 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也希望能够把光的课程的爱 传给大家 也希望你们真的每一个人 都越来越好 就是小光打开 今天给你们的一个用意的原来 就是今天我的爸爸妈妈 好 还有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都清楚吗 各位 我才知道我要不要再继续讲下去 因为我不要你们带着疑问 不过有个概念慢慢的再去探索 有没有要分享的 好 来 请 那请问那个十二个人跟七个人 中间是应该会有七个人是重复的吗 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吗 是这样子的 我们脉轮的系统就是这样 我想相信也是都在同一个位置 只是因为不同系统 那都是在这个身体 刚才刘老师已经说了 都是全部在这个身体里 对 那只是为了要吸收的关系 他们就把它区分 瑜伽系统的是七个脉轮 那五光的课程上次他就设计 灵魂的脉轮是一个脉轮 Sports都是在这个地方 没错 对 好 还有呢 因为刚才刘老师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还有吗 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 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你也八点半了 好 休息起来 那我们就再给上 第二个节目